大家好,我是队,欢迎大家来到全荒酒吧C.7半的实况 对着你说这场比赛来对张艺西火球术双方的玩法三有随机展开一场抢色的递风之战 开场张艺西选出龙儿对抗火球术的七甲舍 龙儿这个角色可为是非常之疯狂 但是面对七甲舍的投机他能不能稳住 对七甲舍的属性一点也不输于龙儿 但是龙儿今天疯狂至极 压气身 舌边在远处里甩他一下 七甲舍真的是毫无起手之力 怎么起手呢 对七甲来说现在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你看一个不小心 闪过之后龙儿也没打到双方 截得都非常的快呀 一个不剩就有可能让对手永不翻身 咱们七甲舍近身过来 压一手下清手 完全是可以防住的下清脚也没有架招 龙儿的防御现在做的是非常棒了 咱们看张艺西 龙儿的防住他又一波进攻 火球术是一直在进攻 龙儿不断的在打前置 火球术还想进攻 但是并没有什么用 咱们龙儿 龙儿现在内心也是非常娇急 终于打到一套 龙儿的机会来了 甩到角落扔 扔一下子 火球术已经不行了 接着看下一局 火球术一直进攻 都没有攻破龙儿的防线 下一局看火球术的神乐千鹤 能不能攻破龙儿的防线啊 好的火球术一如既往呢 依然发动了他主动进攻 但是龙儿这一次 对 不惯着他了 龙儿现在他爆气了 爆气以后就比较疯狂了 下盘不中 龙儿这一局也是直接发动进攻了 这一局吸了比较多的能力啊 但热热中了一发封印 这一局啊 谁进攻谁还打不结束啊 这是 现在龙儿处于被封印状态 好 龙封印状态开了 现在龙儿还进攻了 哎 轻角起手 直接刀子插过去 蛇鞭一次 两次 三次蛇鞭接避杀 把龙儿的这种疯狂劲 发挥到极致了 哎呀 是前28年 最后还有一颗气大招捡起来 火球术 好像是扛不住了呀 再强了人物 也扛不住这种打击啊 43年之后彻底晕了 冰掉之后 龙儿再来一波起手 火球术彻底崩溃 啊 其实看第三局 第三局 看他最后一个角色了 陈国瀚 这个陈国瀚是火球术 非常擅长的主力啊 但是 一个人能撑起这整条船吗 感觉很难很难啊 第一第三太难了 哦 超杀空 这局张一熙就打得比较随意了 现在铁球大包走 连上去 好 也空中来一个飞猪 一套带走 终于征服这个龙儿了 好 打倒龙儿 就是他成功的第一步 咱们来看下一步 下一步就打倒特瑞 看能不能打倒特瑞啊 这个就比较难了 好 特瑞只要之后防御 前置准收 带一点进攻 感觉就问题不大 现在特瑞机会 抓到角落 到一提顶一顶 咱们看火球术 哦 定 这个钉直接尖 铁球大包走啊 好的 铁球大包走之后 还有两颗能量 直接空中飞猪 这一局火球术 需要快速结束 本场战斗 因为 张一熙还有一个角色 所以这一局 不能拖得太久 不能打消耗 好的 火球术也非常明白 张一熙也不是 软世子啊 对 也是个硬插子 好的 快速结果掉特瑞 我们来到第五局 第五局 张一熙他最后一个人 也是 陈国瀾 他这个就比较骚了 他这个是红衣服呀 好的 开场就像闪身 就压了过来 这一局 张一熙就更不能拖了 火球术能量比较多 火球术已经把这个优势 给打回来了 咦 但是还是被盯住了 超杀 好 这个超杀掉血够劲 但是起身 还可以再抓一下 如果是在角落 就更爽了 角落可以 把他顶飞起来 接大招的 咱们看火球术 又把优势给拉了回来 张一熙 瞬间觉得瑟瑟发抖 就在瑟瑟发抖的时候 他还是中了一记铁球 哎 没有压住 可惜了 叮 又一次 但是又没有 可以接大招 居然没有接起来 看来双方都比较紧张 但是火球术还是拿下了 他第一分 用他的大猪 实力来了一波反三呢 那比分一比零 我们继续看下一局 好的 下一局 张一熙再次三问选人 这一局的话 依然是拳脚肺上强的三个角色 对火球术也有二几条红丸 但是火球这局又不止火舞 感觉还是实力比较强的 好的 来看张一熙的东张来了 一个把泰拳发挥到极致的选手 哦 一个不胜 这个飞西太不小心了 但是红丸也没有接起来很帅的连技 把滋雷光圈取消 好的 红丸再找下一个机会 直接青腿逃 好 中断套 我闪电梯想打一个超远距离的极限连技 但是并没有接好 咱们看东张 一个转身重量 中cd雷光圈 雷光圈就抓 好 跳抓一下 我完头走一走 最后来一发大发电折 带走 好的 直接进入到下一局 下一局看张一熙的特瑞出手啊 发现特瑞这一局能不能得到一个大的爆发 好的 特瑞到一体顶飞 开场凹一下子啊 其实对手的一个跳也是被接的非常精准 现在昏丸用他的拳脚优势来立刻圈套马斯 跟雷光圈 看来这个红丸真的强啊 但是张一熙这一局他也有二支强红丸 红丸头吸一吸 小洗头之后没有接大洗头 哎呀 不如接刚才没有气可惜了 连续两波能量喷拳 对一发 好一波 然后快速再来一个后撤墙片闪 这个套路被识破了 圈套马斯 大灌篮再走 没有血了 抓 双方的求胜欲望都是别的枪啊 拳脚牵着比较厉害 来看火球术的布置火物姐姐出手 哦呀 开场给一发到尾梯 落地反摇顶 特瑞再来一个两点 登上冲转到尾梯走 碎石踢 碎石踢到尾梯 又是一套循环 哦 大灌篮就说无法解针 连到就让你绝望 彻底绝望 起身肯定闪 如果不闪又被捡起来了 因为这个版本考验人的技术 还是比较考验人的技术的 这个闪身你一定要 要精通啊 如果是有一点失误闪不了 那可就惨了 对手可以捡起来再揍一顿 好的火球车不知火舞 不断的下C 不断的下C 用拳脚前置 对 你跳我就踢你脚 双方的玩法还是比较稳的 比较稳的一个打法 没有 对没有那种超级型的进攻压制 都是比较稳 球胜率比较强 你们看跑闪电三T被踢一脚 不知火舞现在又压过去了 但是不是中了闪电三T 其实中间有一个 飞翔角的取消 对 速度很快 想必大家没有看出来 这98Z的精神就在于招式的取消 取消招式的硬直 第五局看火球术的虾米 有一些硬直可以利用招式取消来做 哎 后面 虾米 正腿又一个压了个起身 红娃三三T又来了 哇 双方式不到最后一个人 真的是不会玩系列的 现在张义西剩一个二级桶黄 就浪的没有办法 火球术五颗气 也好像不这么行了 暴气了 暴气好像现在爆发有点晚了 很难再得到一个大弯 又一个跑抓黄头 终于枪反了 感觉火球术这一局又是非常的慌啊 你看一个不小心又被点到牵脚 点到就是脸 反边来一个头 结束 双方比分直接进行到了1比1 好的 看下一局啊 这个对战还是来打的有来有回比较激烈 战火一触激发的节奏 好的 来看第三场 这场的话火球术有一个大门 大门这个角色强 就是强 没有道理 他就是强 好的 下一局 张云西的洛奇对战火球术大猪我开场 两个大快速的角色都被火球术给占完了 好 谁的 开场气量不多 只能用这种拳脚迂回打 转锤 洛迪咕噜 铁球砸 这种砸不到的话 我前进又一个转身 华脸转身之后 你看 希望吓谁 吓谁要对空吗 下一对空对不到 哎 闪现 突然闪到你身边 大猪也是顿间瞬间慌了 快速做了一个后撤动作 可以猜到火 就是刚才内心是比较紧张 在在紧张的时候 他还是稳住了 哎 又闪到背后 哇 这一下没稳住 这个闪现 直接怼上两次大招 哎 空中没有怼到谁 所以说对手快速起来了 叮 再和大猪健身啊 和大猪健身就是在玩火 第二局 看张云熙的 布莱恩 美国队布莱恩 好 大猪又是直接来了一发暴气 好 大猪这个暴气看能不能抓到机会啊 哎 亲手不断的摸 大猪下盘攻击 接小脚一些 空中cd 铁球大猫走来 超必杀空中飞猪 这一下掉血就超多了 然后快速打起来 再来个嚼嚼一些 血量没有了 这招可以让对手血条快速消失 瞬间秒杀 第三局将其大红猪又来了 这一局双方又都有大猪 看来和大猪比较有缘呢 哎 叮 哇 再没有叮到 叮 抓到了啊 直接抓了一个指令头 然后把它扔到角落 铁球 再次 刚才没有受神 其实可以叮 可以就掀一下啊 但火球术也是做了一个非常稳的打法 并没有先 哎 叮 被对手叮到了 被地距离不够 叮 好 铁球 大暴走上 两次过瘾 两次以后 张一席血量只剩下一点点 哎 他还试图用一个滑铲 然后接铁球 戴戴戴戴戴成功啊 大红猪 马上就要跪了 火球术马上要穿三 穿三在哪里 哇 直接用一个成果汉来了一个穿三的 超级6了吧 好的 那么下一局就是火球术赛点了 看火球术能不能抓到这个赛点啊 狠狠的干他一下子 这一局看双方的都是谁 啊 角色的随机性 让这个赛点变得扑朔秘里啊 让这个比赛 他来看张一熙的金家帆对抗火球术的半次量 这一局那就开战 休肯休肯不到 哎 金家帆再套下盘 半次量顺着机会 cdcd 战略拳吸他一下 后面飞翔脚 好漂亮 天地包天刺激 然后再接一发战略拳 张一熙 半血了啊 已经半血了 开场就这么秀的连招吗 砍刀手砍刀手 哎 闪一下 还想骗一招 来电影骗到 再来一波飞翔脚 火球术把这个 半血量用的也是超级熟练的 现在看张一熙下下一个人 张一熙经过上一阵穿三系列 好像这一局状态不佳啊 那看 哈维迪 超级拳击手 好还是美国队的哈维迪啊 看那个超杀能不能打中 这个超杀如果能打中的话火球术 看来这一局又是可以杀到第三个半血量 哎 一不小心中快拳了 一波狂脸怼过去 大招上 好的气草打没 火球路起身 我看来这个哈维迪准备一跳弄死他了 火球路起身会非常的难 现在起身还有一滴滴血 看他会被赛选的暴戏堵一下子 他一跳就暴戏砍刀手砍到了 那火球又抓到一次机会 天地霸王拳 不 中间集气还有一两颗气天地霸王拳 再怼个天地霸王拳 飞翔脚砍刀手砍刀手扔 血量没有了 哇 用这个残血翻盘的半血量 没有暴戏也打出超高伤害 因为是在角落 第三局来看张雨昕的半血量 看他这个半血量用的如何呀 好的 他这个半血量一是开场就掏下盘 好 天山哎 稳住 现在稳住他是关键啊 火球主该怎么稳住他 这个半血量跳得是非常环神龙虎乱无伤 肯定抢反啊 因为这才是火球第一个人物 能抢反是必抢反 飞翔脚打空 这一局难道说又要残血翻盘来一发穿三 感觉难度很大了 这一局张雨昕是做了十个准备 用半血量只踢了他一脚 我们来到下一场 这一局大家可以记得是火输说赛点 火球主应该加把劲了吧 快速接受战斗 哎 好 你向过点了 半血量打击的又来了 哎 猴子直接开打 突如其来的一个大 但是半血量这一局能量很足 该用能量的时候就要用能量 他拉远距离会不会选择暴气 但是现在暴气并不是时间 可能会被猴子抓到 半血量生龙怼上去 还没暴气 就是用拳脚牵制生怕被猴子抓到 但是还是被抓到 好 第一 没有气 刚才如果猴子有气 半血量又是非常危险 现在这情况猴子又一个c里接比杀 半血量直接反了 这几局张雨昕打得非常难呢 一直是在不断的满屏抓猴子 猴子一直在飞来飞去又被转 哎猴子没有接上大招 没有接上大招可惜了 刚才猴子如果接个大招的话 那后果又是另一个结果了 接着看第五局 第五局他火球的定制手啊 这个可是火球的主力 打倒张雨昕最后这一点血 应该不难吧 在张雨昕开场就抓到一个暴气联 天地霸王拳 晕掉以后利用超杀 霸王小武拳对手直接冲出 如果这个不冲出到火球术就将受到重伤 但是现在已经受到重伤了 虽然说冲出来 后面再想赢就难度大了 没有的强反 即便是主力 也显得那么弱小啊 哎呀就在这时板青梁又爆了一切 哎呀没有接上大招 拼反到背后板青梁也反了 这个战局又变得那么不说迷离了 就剩最后一点血 都剩最后一点血都在不断失误 可见手术非常的滑 板青梁进攻 现在主要就是要进攻 大招空 板青梁再点他一下 哇 板青梁最后还是稳住了心态进行了一个反身操作 小冲比分 强拉到了2比2 这个强拉不过分吧 对 说强拉绝对是不夸张的 我们看最后一场 抢身的最后一场 巅峰对决 咱们再看火球这一局有八神 哇 很巧 张一熙他也有八神 那就八神对八神吧到最后 可能会是爆八对爆八 也就是高速八神对高速八神 现在卖主的死亡吃爪直接开大招 对着角落碰一碰 好的再集满一颗气 中间一个放置动作接大招炸 哇塞四个都连黑 现在开起来连转好 哇 这是要把他一套抓晕的节都晕了 一套抓晕 张一熙看来也开始秀了现在 哦 又一次大招 现在打血其实已经非常小了 因为对手晕了你还在干 炸 即便是这样 麦着他又开起了连抓 没办法 没有抓住 这次有点小失误 压点那怎么打呢 直接开拨 好麦着直接怼了一发CB 将他撂倒看赛局 第二局来看火球树他的玛丽 布鲁玛丽 布鲁玛丽直接跳起这时候啊 麦多也直接开拨了 跳起抢下篮中段破防 大招带入 可以的 然后一颗气的时候再跟大招 漂亮的 后面玛丽继续跟上一个滑铲 哎 镇头抓 抓到机会都是照死里连呢 哎哎 中段又破一下 因为直接接大招的话肯定不会一套带走 这就是火球树的连魂套路啊 连魂套路带走了张艺西 我们看第三局 第三局看张艺西的这个小猴子啊 开场大旋风肯定是悬的超杀 这么好的机会绝对不容错过 然后追加到角落 头头头大招见 有大招机会必定释放大招 这双方的一个基本打法呀 现在再看玛丽 玛丽打猴子一向都是可以 哎哎 逆向 今天反而被猴子给闹绕来绕去啊 玛丽也是 哇刺到之后又怼了一番大招 可以的 这就杀到火球树下一个人了 这个猴子也是玩出了超犀利的精髓 玩出的精髓招式 这得看八神 八神的节目猴子又开始了 又是骚套路啊 八神这个暴击怎么样 机会在哪里 青腿奎花 变得不到生龙对空 奎花三世 好 可以 地坡消风 这一次要上超杀制裁小猴子了 超必杀 嘴到角落 直接逼到角落 这个超杀可以将对手 后面再开始接着连 先锋 天堂剑 哇 跟一首大招八之女 月亮停下一点点了 八神是恨透了猴子 青腿奎花继续连 结束葵划千语尹了 好的 双方来到最后一场的最后一局 第五场 第五局 看张一熙的也是八神 今天究竟谁才是王者 血量一般般多 但是开场中 哦 火球树开场叫了枪反 谁先叫枪反 谁的胜率就会下降很多 这是永恒的定律啊 咱们张一熙抓到他最后一个机会 应该是带走火球树了 火球树太不小心了 最后这一下 哦 一反手天堂剑炸 结束了 大家来播关注 每天更新精彩的队传视频